虫蛇买卖 中介的作用是保障买卖双方的一个利益 我们一般买蛇不中介也没啥事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 就很麻烦 非常的麻烦 我是在近期买了一条原色的母猪鼻 当时卖家的描述说是猪鼻 卖家自己的判断 是蛇胖的 产生了脂肪堆积 但是呢并没有确定是这个问题 再加上玩家嘛 都不可能像医生一样那么专业 结果当时买的时候 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也以为就是脂肪堆积 于是我就把这些信息汇总了一下 放到了群里 放上了蛇的图片 让卖家去确认 于是大佬收完款之后 我就等着收获了 本来想应该是个很顺利一件事 结果收获的时候 发现这个有点不太对 我摸了摸它尾部鼓起来的地方 它是硬的 并不是说是软的 针对这个病情 我跟卖家就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卖家表示呢 这条蛇的症状 它确实是不能够确认是什么状态 但是之前跟我已经说明了 只是猜测是这个问题 不影响繁殖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 我打心里就有点不想买 但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商家也没有问题 他也只是把他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双方各执一词 一直没有个定数 到后来甚至就吵起来了 但其实这种事我自己确实是有原因的 我们功课没有做足 还非要买一只不是全品的蛇 最后在我们冷静下来之后 那一天基本上啥也没干 就在谈这个事 卖家也表示理解 就是我们也是和解了 把这个货退掉了 我也给这位爬友积了一代我们当地的特产 宠物蛇交易确实比较麻烦 他很多时候不是善与恶的对抗 而是善与善的对抗 但是这个善可能只是对于我们自己 我们很难去对对方表达善意 也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假如说这次交易的不是这个爬友 而是一个黑心商贩 没有中介的话 可能我的钱也就没了 买蛇一定要中介 再见了各位 拜拜